陈主任说的这位病患今年35岁是位女性 11月2号上午因为诱饵突发性耳聋来医院就诊 陈主任介绍 这位女士两年前就因为同样的症状来治疗过 这次复发的诱因就是每天忙于在各个直播间选购比价 伤神肺脑连占三天 于是身体报警了 目前正在住院接受治疗 陈主任发现每年双11和节假日期间 类似病人的就诊率就会变高 熬是熬了但是没抢到 熬到几点钟 两点 身体吃得消了 就一天每天吃不行 平时会够 上11不测热闹 不测热闹 儿女会不会被这个熬夜 儿女啊 儿女有 他们熬到什么时候 12点了 12点不是 开始点吗 那你要不要管他们 我们不去管他们 儿女长大长大了不管了都管不好的 陈主任表示突发性耳聋和长时间低头玩手机 经常佩戴耳机以及情绪紧张激动都有一定的相关性 我们这个整个耳朵是外耳中耳和内耳 实际上管我们听力的部分就在我们这个耳窝上面 就是这个小螺丝壳 我们叫耳窝 耳窝后面通往这个听神经 那么这个就是半规管 以前我们讲过耳食症 那么耳食症就是半规管里面都在流动 那么这个潜艇和这个球囊 土圆囊就是我们的梅尼艾病 梅尼尔症 如果这里面积水呢 就会产生这个梅尼尔病的表现 就会出现一些悬晕啊 听力下降的病情 那么这个病人呢 主要还是可能损伤了这个潜艇 潜艇的部位 包括这个耳窝的部位 因为它整个宫血是在一起的 那么产生一些一系列的这个听力的下降 悬晕的症状 在这儿也建议大家 熬夜抢购 要适度 身体健康最重要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